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和水面舰船都有一定可能撞上 水面上的舰船算是视野宽阔 算是设备充分了吧 不也有撞上的时候吗 潜艇紧急上浮冲力极大 图为现代紧急上浮训练中的美军潜艇 据法国历史与生活杂志 在2017年10月的文章披露称 在1972年9月 俄国西方的习惯称呼 并不是与俄罗斯化等号的一艘回升集合潜艇 K240号 就在西北部海域 与自己国家的渔船撞了个正着 事情具体是这样 这艘满在排水量7000吨的潜艇 当时正在艇长科帕利耶夫的指挥下 进行紧急上浮演练 这种贴近实战等训练时间很短 但是上浮速度极快 甚至可以说潜艇像火箭一样从水底倾斜中冲出 甚至连船底都看得到 回升级不过 此时在海面上的 却是一艘名叫拉克尔哥农庄号的钢制托网渔船 这艘渔船全重900吨 十分坚固 不过可以搏击大浪的钢船可能没想到 它要和潜艇较量一番 一个庞然大物正在从水下快速上升 为什么K240会和渔船撞上 这个问题后来的调查也没给出百分之百的答案 一个可能是海洋复杂环境的干扰 还有可能是声纳兵的操作失误或是惊艳不足 没有把渔船发现 不过基地方面也难辞其咎 实际上 潜艇训练区域基地应该确保没有其他船只的出现 避免眼神不好的家伙真的撞上 当然 种种问题最终变成了一次海上撞击 俄国潜艇上浮的潜艇与渔船撞上了 俄国潜艇比较牢靠 五大三粗的 再加上紧急上浮的速度 一下就把拖网渔船撞成了两截 这艘渔船迅速沉没 30多名船员被大浪卷走 再也没找到 甚至于这艘倒霉渔船的名字 都是在后来通过大概航线和失踪船之名单确认的 俄国钢制拖网渔船 不过毕竟是一艘有点吨位的钢船 这潜艇在坚固 自己这么一撞也受伤不清 整个停手严重损毁 随后大量进水 也幸亏其前部的渔雷管没有装上渔雷 否则很可能被撞爆 那可就后果严重了 不过挺身中部发射管内的巡航导弹 却在剧烈的震动中 发生燃料泄漏 早期的舰在导弹的燃料并不成熟 性质不稳定 随即引发火灾 不过好在铺就及时得力 虽有多人受伤 但起码没有发生爆炸 最终 这艘潜艇在大量进水的情况下 挣扎着返回了港口 也幸亏航行距离